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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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在这个part当中 我们将介绍如何 在CCS下面实作 视窗法的FIR 绿波器 我们知道绿波器的规格 它基本上我们是要对信号进行绿波 所以根据我们 上一个part所讲的规格 它的节指频率是250Hz 取向频率是1024Hz 我们利用上一个单元 MateLab进行12阶的 Blindman的视窗 所设计的FIR 绿波器来做设计 也就是说我们从MateLab 来设计我们Blindman的window 的绿波器的参数 好 那我们专案执行的步骤 我们先从MateLab设计完 这个12阶的Blindman的 四窗FIR 绿波器 得到这个window的细数 好 得到这样的细数之后 我们怎么样 再来创建我们的专案 假设我们专案名称叫做 unit12projectprj 接下来我们记得必须我们在 操作CCS的时候 我们在专案下面必须加入 iqmathlib.h跟iqmath.lib 分别是iqmath的 宣告档与程式库 好 然后我们将我们的输入信号 XO分 跟我们的滤波器的系数 好 XO分 进行旋击 然后为了得到 滤波后的信号 好 我们继续将我们的 Mate.c修改 如下面几张投影片 好 那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Blindman窗的系数 与输入信号 假设我们已经从 Mate.lab设计 12届 Blindman的视窗系数 好 由图上所示 然后根据 逾波器的规格 我们可以设计出 我们的 HO分 是得到这些系数 好 上面是Blindman的视窗系数 那中间滤波器的规格 可以得到 H of N 得到这些系数 那规格就是我们 刚才讲的 FC day 250Hz 它取样频率是 10和24Hz 然后现在在这个例子 我们假设我们的 输入讯号为 下面这个信号 好 这个长度 同学可以根据 图上的 信号自己 Key in 进去 好 接下来我们必须修改 我们的 man.c man.c 首先一开始 我们就必须做一个 宣告档的宣告 以及变数的设定 然后这边 我们知道 12届的blackman 它的系数 会有13个 所以这边我们 Define H Num 是等于13 然后Define In Num 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 输入讯号的长度 是21点 好 同时我们宣告了 我们 等一下会用到的一个 Fir IQ 的 Function 叫做 IQ SS Fir 它的分别 它的引数 分别是它的 输入讯号 以及 它的 report器的系数 以及它的 N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 好 首先接下来我们 我们来看它的 就是宣告一个面 主要执行 组程式 好 那接下来程式 会看到说 我们有一些设定 那这是我们 宣告浮点格式 绿波器参数 以及输入讯号 所以我们 不管是 snew 或是coefficientnew 那snew 代表我们输入讯号 的部分 coefficientnew 好 coeff underscore new 代表我们的 绿波器的参数 它都是IQ格式 好 然后接下来 我们后面定义了 我们从 MateLab里面 所产生的 浮点的 输入讯号 以及 绿波器的系数 所以这边宣告 float 是因为我们从 MateLab 会得到这些数值 好 那刚才上面 所宣告的 IQ格式 snew 跟 coefficientnew 这些东西是我们等一下在做FIR 绿波的时候 所用到的 资料 的阵列 好 接下来程式会看到说 我们会宣告一个 输出 那输出的话 out的话 基本上它长度是 把输入加上 绿波器的长度 在-1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先把 我们这个snew 先把它填成0 记得 这个前面加一个IQ 主要是因为snew 是IQ格式 同时 coefficientnew 也是怎么样 要把原本 从MateLab得到的 系数 经过IQ转换 转成IQ格式 才放到 coefficientnew 这样的阵列里面 那接下来下面就是要怎么样 开始来计算 那这边我们来宣告一下 我们的输入信号长度为 我们的输入 信号长度 加上绿波器的系数长度 减1 这是我们输出的信号长度 这边 记住 它总输出的信号长度是 绿波器的系数加 输入的信号长度 减1 好 那如果 这边是说 我们把负点转成 IQ格式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 互叫一个IQSSFIR 这程式 这程式里面基本上它 snew 就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输入信号的 70系统的位置 那coeFF 底线new 是怎么样 对波器系数 70的位置 好 然后接下来 输出怎么样 out out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把我们刚才输出的y 再从负点转成IQ格式 好 放在out 这里面 好 然后分别怎么样 再把这个最后结果怎么样 把k加1 因为我们输出要不断的加1 它的指标不断的加1 k++ 那最后怎么样 每做完一点的输出的计算之后 我们必须把输入信号往前移 好 所以做这样的指令 主要目的是 为了把输入信号往前移的概念 这就是一个玄机这样的动作 所以整个程式就是一个 compolution的一个概念 好 我们刚才看到 刚才那个IQ-SS FIR FIR 激波器的程式 它里面宣告就是像这样 你有一个输入的记忆体位置 还有一个 H0的记忆体位置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 量都是70的位置 因为我们看下面它x 下面几行有一个s.x 加n-1 这边其实就是说我们输入讯号 虽然是起点位置进来 但是它里面就会帮你加上n-1 好 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真正IQ-SS FIRR流程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算FY0 那我们输入讯号是从s0到s20 所以我们基本上先把这个 我们输入讯号的s0 填到s12里面去 那分别再跟下面系数相乘 乘完之后 那个V 从V0加到V12 把它加起来就是Y0 所以它 接下来 我们就把输入讯号 往前移一个 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程式部分 我们会往前移 就是这样的概念 移完之后会怎么样 把所有输入讯号跟H相乘 乘完之后 得到新的V 那V再把它加起来 就变成Y1 好 然后一直都会推 最后会得到这个地方是Y12 还没结束 最后移到这个地方 这两个输入讯号 才跟我们的H 是不会有overlap 所以得到最后是Y32 那在这一个专案里面 我们首先建立一个 Unit12的专案 那记得要IncubeIqLibrary 跟.h档进来 那我们看一下 面.c 一开始做一个宣告 然后记得 一开始我们必须 把IqMathLib.h 宣告档放进来 接下来我们宣告 是 那个hopen的长度 13 跟输入分别是21点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前面就是怎么样 我们刚才提到的 我们的 s underscore new 跟coeff underscore new 选招成Iq格式 那这边是 main level 所算出来浮点 的系数 把main level 的系数 放到这个地方 那输出就是 长度是 输入长度加上 1 首先把s 底线 new 测成0 好 那自己的coefficient 你转成Iq格式 那开始计算输出 好 那这边是看说 如果 我的 我的 我的这个 j小于我输入长度的时候 是用input 如果超过就是 只能用0 补进去 那接下来用 iqssfir 这样的程式来run 那这边的引数是包含 我的信号输入的起始位置 跟 跟律波器系数的起始位置 那hnums 就是它律波器的长度 得到y 最后得到y的浮点 再把它转成Iq格式 放在output 这里面 那k会是 增加嘛 因为y的 点数会变多 那最后把 x怎么样输入 做一个怎么样 往前位移 往前位移的动作 这是在我们 透明片当中 我们有介绍说 输入的讯号 必须一直往前移 好 这样结果最后可以得到 我们的 输出 好 总框计算 输入长度加 滤波器长度 在-1 好 那分别会到时候 每次输出会把 k加1 所以k++ 这是我们 fir程式 好 那我们先来run一下 run完之后 我们会得到 进入我们一开始 man 好 深深在跑 好 进入man 这时候我们想 很快看到结果怎么样 我们就直接 到 程式最后面 在这边设个中断点 你可以点两下 所以中断点 再run run完之后可以看到我们输出 output 发现到最后输出值 是这些值 然后我们可以跟manlab 来比较一下 看这个值 在cc下面的值 跟manlab的值 差别在多少 所以这是我们manlab的输入 好 我们把输入进去 得到manlab 我们系统的 的 b的 系数 然后跟 输入做convolution之后 得到输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manlab的结果 跟在ccs的结果 一不一样 我们来比较 欸 前面都是00 接下来0.00 0.0033 也一样 好 我们比较一下 看起来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移到最后面 最后面 的结果 都是一样 好 这个结果是一样 这基本上代表我们程式是没有问题 各位同学 在这part当中 我们介绍 如何用ccs 来实作 我们的视窗法 的FIR 那主要的步骤是 先从manlab设计我们要 视窗的习数 然后再 透过我们的ccs 来实作 把输入讯号 跟我们的h 做一个convolution 这样的动作 所以在程式当中也提 提供了这样的程式 所以从我们最后面讲解 它的流程 各位就知道 那样几个动作 就是我们在做输入讯号 跟我们的系统 v4c的系数 做一个convolution的动作 是第一步 每个月 Here We Are 最后面讲解 无论 所以我们不快